生肖蛇,生肖蛇的性格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,而生肖蛇4月份会有贵人帮忙,财运暴涨,事业爱情双丰收,财神坐镇,不愁墨钱花。 生肖虎,生肖虎的人性格很有气魄,而且性格开朗,活泼,是个非常喜欢交朋友的人。 社交能力强,虎年出生也特别喜欢帮助别人。 老虎人也常能遇到贵人,是个运势特别旺的人,必定能够事业有成,在工作上取得突出的成绩,注定能一生运气好到爆棚,得财神爷青睐,财运极佳。 生肖鸡,生肖鸡的人是比较好运的,天生是个有福气的人,蜀鸡人知道,智慧才是能够给人带来一生财富的。 所以,蜀鸡人情商智商都高,懂得处好人际关系,结交很多朋友,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,总会得到贵人相助。 而且,蜀鸡人自己也是非常努力上进的,所以一辈子好运不断,万事大吉,拥有好福报。 生肖鸡,蜀兔之人生来蜀像五行木相助,蜀兔人进入四月阴阳相成,等机缘一到,好运连连进家门,偏财运一路走高,不仅有机会一改早期阵子为生计而发愁的现状,而且生活不再灰暗而是充满阳光。 生肖牛,蜀牛的朋友,蜀像五行蜀土,蜀牛人到了四月阳气汇聚,日之五行火汇聚形成火生土生财局,等机会一到,有财运绵延,不仅有望一扫之前阵子操心是特别多的情况,而且会突破困境,实现财富的成功。 2023年生肖鼠与太岁泛冲,但是,这绝对不会影响生肖鼠的人财运,可能会有一些小困难,但是不会对生肖鼠的人造成什么大的影响。 总体来说,生肖鼠的人财运发展趋势不错,个人能力也没有多大的关系,可能不用付出多大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一些收入,完全是从天而降的财富,可以说是钱财争助送上门的好运了。 生肖猴的人有着聪明的头脑,在赚钱方面的能力在十二生肖中一直是名列前茅的,只是有的时候运势不是很好,所以别人看不到他们的优秀,所以从年初开始,属猴人的好运势挡不住,无论在什么方面都有着不错的发展趋势,尤其是财运方面,一直是稳定上升的状态中。 生肖猪的人在极星的帮助下,运气会变得更好,以往在事业上的努力得到了回报,所以生肖猪的人财的收入也是稳中有升,财富也非常稳定。 当然,这是你们前期努力付出的成果,是对你们的辛勤工作最好的嘉奖。 2023年你们是希望自己的事业和财富是可以更进一步的,只要你们努力,这个愿望也会很快实现。 事在人位 2023年的时候,生肖猪的人运势非常的旺盛,人气旺,利于官方项目,利于和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。 谋事可得到贵人的关照和扶持,晋升和加薪都不是梦,利于考试考核,利于高级职位的竞争。 容易得到政策的倾斜和照顾,可以说和高层的力量或是权势相处得很融洽,各种机遇和福利等住生肖马的人来进行领取。 因为受到运势的影响,在2023年的时候,各种机遇和福利在等住属马人。 生肖兔的人在2023年的时候运势也是很不错。 生肖兔的人聪明有创意,只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找到合适自己的平台,就可以充分发挥生肖兔的人优势。 2023年的时候,生肖兔的人有贵人相助,事业方面蒸蒸日上,家庭也是幸福美满。 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,生肖兔的人感情都很稳定。 生肖兔的人在2023年的时候,受多方面的影响,在事业发展的时候会非常的顺利,与邻居的关系相处得很是融洽,夫妻关系也是非常不错。 而且,生肖兔的人2023年的财运非常好,尤其是偏财运。 他们今年会有几笔大的收入。 即使不工作,也能保证一年四季温饱不愁。 生肖兔的人在2023年运气极好,各个方面都非常的顺利。 生肖兔的人天生性格沉稳大方,富有进取精神,在许多情况下都特别的认真,不是一个不识大体的人。 在2023年里会有贵人帮助,财神爷钦点,生肖牛的人接下来的财运造化不小,要么实现梦想,要么风生水起,将会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一直都走住富贵的好运势。 事业方面蒸蒸日上,家庭也是幸福美满。 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,生肖兔的人感情都很稳定。 生肖兔的人在2023年的时候,受多方面的影响在事业发展的时候会非常的顺利,与邻居的关系相处得很是融洽,夫妻关系也是非常不错。 而且,生肖兔的人2023年的财运非常好,尤其是偏财运。 他们今年会有几笔大的收入。 即使不工作,也能保证一年四季温饱不愁。 生肖牛的人在2023年运气极好,各个方面都非常的顺利。 生肖牛的人天生性格沉稳大方,富有进取精神,在许多情况下都特别的认真,不是一个不识大体的人。 在2023年里会有贵人帮助,财神爷钦点。 生肖牛的人接下来的财运造化不小,要么实现梦想,要么风生水起,将会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一直都走住富贵的好运势。 被诅咒的法老灵墓,擅入灵墓者,必遭诅咒而死。 这可怕的绝命咒语,出自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之墓。 它的墓中极尽奢华,超乎人们的想象。 其中有两件文物更是颠覆人们认知,让专家惊呼,这不是地球上的东西。 而更可怕的是,参与发掘此墓的人竟然先后离奇死亡,难道法老诅咒真的灵验了? 专家们在其墓中又发现了怎样颠覆认知的文物呢? 千年灵墓缓缓开启,谁打扰了法老安眠,死神就将斩翅降临在他头上。 1922年,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·卡特在图坦卡蒙墓中,看到了这句绝命诅咒。 霍华德跟当时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考古专家一样,被古埃及文明吸引,纷纷前往那片失落的土地。 图,霍华德·卡特,专家们在迪比斯附近的隐蔽沙漠中发现了大量的法老陵墓,并将这里取名为帝王谷,可惜这里早就成为了盗墓贼的乐园,等考古专家们赶来时,几乎所有的陵墓都被盗过了。 专家们垂头丧气,唯有霍华德没有放弃。 他断定至少还有一位法老的陵墓没有被人挖掘过,这位法老就是图坦卡蒙。 图,影视剧形象,他九岁就当上法老,掌控古埃及,经过十年便暴毕身亡,大家都觉得他在位时间这么多,怎么可能修建起大规模的陵墓? 但霍华德认为,正因为如此,他的陵墓才能从盗墓贼眼皮下逃过一劫。 一位名叫卡纳逢的英国勋爵赞同霍华德的观点,决定赞助他进行发掘。 霍华德带着考古队从1917年一直挖到1921年,由于一无所获,霍华德已经失去信心想要放弃时,却突然收到了一个振奋的好消息, 之前挖出的一些器物,被证明与图坦卡蒙有关。 生肖鼠 生肖鼠在之前的一段日子里过得可不是太好,之前因为命宫中有凶星沉浮作祟,导致生肖鼠不仅没有遇到什么喜事, 而且还遇到了各种各样让人难受,让人难看的事情,导致生肖鼠的心情十分之差,虽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, 但是依旧给生肖鼠带来了不小的生活麻烦,不过生肖鼠的好运也马上就要到来了, 不过好在15号后,有华盖吉星庇佑,运势开始顺畅起来,有了这颗吉星的庇佑, 催动的生肖鼠的财运,让生肖鼠不仅能够获得天才大运,而且在未来的事业上还能够越来越顺利, 有正财之喜来到,财运高得和天奇,日子越过越有钱,横财大运走不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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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